其实在豪华的日系品牌 Lexus 电气化还有新车的推出的速度 也相当的快哦 接下来他们将有10款的新车 要跟大家见面啊 是不是志祺 没错讲到这个电动化 我觉得算是在新能源动力上面 先去的Lexus 当然一定要提一下 那他们非常特别的是呢 最近才讲了一个新消息 就是呢 怪异有提到 他在2025年之前 很快哦 马上要到 要推10款的电动新车 4年之内耶 10款没错 但是这个电动新车 不全然是纯电车 就包含有可能是新款 或是改良式的 例如说什么 例如说UX300E 这种他们都会推出的 在大陆有推出第一款的电动车 或者是说他新的产品 比如说新的大改款的NX 他会有汽油 会有油电 甚至还会推出Plug-in Hybrid的版本 所以他的能源种类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但是以车种来说 我觉得是大家最关心的 当然我们已经聊过很多次了 大改款的NX 会是在2021年的一个最重要的产品之一 那在2021年 今年他们会出两台车 就是这10台里面的两台 那我个人觉得除了新的NX之外呢 会非常的有可能就是这台LQ 那这个LQ呢 他的定位其实是最高端旗舰的SUV 除了他的车格是一个七人座的设定之外呢 也会有汽油跟油电的车型 等于说他的定位是在RX之上 那原本预计啦 就是官方的说法是说 会有纯汽油的波轮增压动力 那最大马力会上看600匹 所以他等于也是一个很高性能的产品 等于他的不论定价啦 或是车格的定位 都是算是在品牌的最高端 那其他的车呢 我们刚才也有10款 这么多 种类太丰富的 有大有小 再来我们就看一些小的 包含像是LBX 这个其实是 这台车是蛮早之前的消息就出来的 但是他 我觉得后续的发展 可能有稍微推迟一下子 因为他的定位其实比较像是 外媒说他是Yaris Crossover的豪华版 是吗 超级豪华版 国外的媒体是这样说 不过呢 你知道以定位来说 其实就跟UX有一点点的重叠到 但他车子看起来好小的感觉 尤其这又是概念车啦 所以看起来又更在紧凑一些 那最近 我们最新推出热腾腾的 就是这台LF-Z 那他的车身尺码 我觉得其实就已经很接近量产车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大小大概就是GLC 那个等级 但是他的造型有点像X4 或是GLC Coupe那样 有些鞋背 然后非常的流行动感 而且他的内装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是 非常的相似于他们跑车的设计 例如LC 这些车型 中控台 整个设计非常的驾驶导向 同时呢 他也是 以他们的这个电动计划来说 是一台纯电 没有污染 同时又非常有驾驶乐趣的车 我们刚刚讲这些所有的新车款 尤其有只要攸关到电能的 都会在他们的下山 这个研发中心 就是他们最新建成的赛道 有模拟一些 纽柏林北环的一些赛道状况 电动车都在那边做 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就是他们其实也很针对 驾驶乐趣 在电动车的这个部分做补强 那讲到乐趣呢 我觉得这个消息 大家也会蛮震惊的 就是他们要出一台电动跑车 那当然这个图是LC啦 但是他们意思就是呢 他们希望是定位 类似于LC 他们这个光环的 大型的GT的旗舰跑车 可能也会推出敞篷的版本 同时它是春电的 常理程你也不需要担心 你也非常适合 长途的旅游做使用 所以我们现在只有 也讲到只有五台车而已 后面还有五台要在这四年之间 全部推出来 所以我觉得以这个品牌 要电动化的脚步来说 他们是走得非常的快的 尤其我觉得 他们的hybrid动力 或是氢燃料动力 这么先进成熟的基础之下呢 推出的产品理论上 都不太会有成熟度的问题 就是依据车格大小 我要切入哪一个市场定位 甚至我认为 在接下来的五台之中 应该一定会有一台 类似于以前的GS 这样大小的房车车型 去填补这个市场的空缺 那尤其他们的Direct4的系统 也是全新发表的 它的底盘技术 然后ETNGA的系统 其实等于说 它的武器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要怎么去拼凑出 一个他们适合的战力而已 当然电动车 大家可以发现 近几年来蓬勃的发展 我们看到这个赛车运动上面 也发展出来了FOMULA 也就是电动的方程式 不过对于喜欢车的车迷朋友们来说的话 每年最期待的应该是FOMULA 1 也就是F1的赛事 今年赛事呢 其实有蛮多的一些变化 甚至于在车队啦 车手的部分 以及我们大家熟悉的车手要回归了 这些讯息是不是 Kiki跟大家分享 OK 所以其实我蛮 我对今年的LINEUP 其实蛮兴奋的 怎么说呢 因为除了一些老手之外 也有很多年车手 那当然 年车手 讲到你就很笑 因为他们真的很可爱 都是真的都是从小朋友 就开始看他们一路以来 不管是Karding啊 然后后来开FOMULA 3 然后FOMULA 2 现在终于来到了F1 那当然就是这两位 Hass的两位车手 OK 他们两位其实 一个不就是麦克舒玛克的儿子 而且我觉得 麦克舒玛克他真的是一个 很可以关注的一位车手 值得再费 对 因为呢 他其实一路以来 大家都知道他爸爸是谁 他的Uncle是谁 他的舒玛克这个名字 就已经太响了 可是呢 其实他一路 他的赛车生涯 他其实蛮低调的 虽然他的表现都非常好 可是甚至于他 在更小的时候 他还用他妈妈的这个名字 妈妈的姓名来比赛 就是不让大家知道说 他有那个麦克舒玛克的光环 对 可是今年应该最期待的就是 Alonzo回来 对 对 我也只认识他 还有那个小黑 对不对 Lewis Hamilton Lewis Hamilton 那其实Alonzo 那时候他宣布要退休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都蛮 很震惊 对 那其实他退休的时候 他也没有真的退休 他去跑了 他在很多不同的赛事 也跑出不错的成绩 他也有跑很像WEC 然后Rally的赛事 那他在Rally中 其实也表现得不错 那当然 Mersedes我们仍然还是看到Lewis 跟他的队友Valtteri Bottas 那Lewis今年呢 会拼他的第八次的世界冠军 所以这也是大家在看的 不过因为真的 在他后面 其实Max Verstappen 在上一战 他也表现得非常的好 因为他不断地在追击Lewis 那因为是一个一些 在规则上的事情 他还是得把位置让回来 不过我觉得 所以他还有冠军实力哦 当然 而且Max Verstappen 在这几个赛季 我们看到他都是非常有实力 可是因为他之前 他还是算蛮年轻的一位车手 所以有的时候 他的这个要冲的这个心 还是有的时候太冲动了 所以呢 他今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那希望呢 他在今年也可以带给大家 很好的表现 好 谢谢Kiki 大家看到Kiki的 对于F1的解析啊 是不是感觉颇有奶腹之风呢 好 马上邀请我们的Robin哥 帮大家来分析一下 其实在今年的这个F1的赛事 有一些技术 甚至于一些规则上面 有一些许的变化 应该说蛮大的变化 对 其实蛮大的 你乍看之下 你知道 你会想说 好像是比较之为末节 但是今年最大的一个呢 当然从外形上面的话 我们知道今年很多的改变 是为了要拯救F1的收视 F1假使没有全球转播的话 对 他就完蛋 台湾没有转播了不是吗 你就不要提这种伤心事吧 我生气啊 因为我每次接到都是 所以我在上一战我还 我跟Kiki两个人我们就做声音的直播 就是听收音机的概念 OK 不过为什么会流失那么多呢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呢 不好看嘛 最重要的就是不好看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大队小队 你看前两个赛季好了 一起跑你就知道 Hamilton又赢了 对 你就说啦 他好聪力哦 每次都走在第一名 对不对 偶尔不小心 他自己吐车 给他队友拿去 又是谁的ZMG 所以为了要改变这个 所以今年的很大的一个改变 你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这疫情的关系 大家想说今年的车 基本上都是去年的研发 那个升级版 可是他最大的改变是 在空力上面 第一个本来 其实你看F1的话呢 其实除了 其实鼻翼 他有很大的功能 但是最大的名堂是 当气流到了后面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处理 怎么样去分流 怎么样去导流 今年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他的那个原本啊 在后半截都像长方形的 可是今年不是啊 今年的话呢 他后面修出来了 然后原来呢 他有一些纹路啊 看F1的话 他的空力套件 不光只是我们眼睛 可以看到的那些 你像尾翼啊 那好大一个 其实他很多细纹路 你知道吗 在所有的F1的车的这个设计上面的话 是真正在他底板 它的diffusion后面 车尾后面的分流器里面出来 那很重要 那今年呢 还为了要让这个赛事啊 就是大小车队之间 能够有一些缠斗啊 那些前后车可以缠斗 对不对 所以呢就变成怎么样呢 第一个 嗯 他们修改他的空力套件 让他呢 不再是啊 呃 就是说 利用太多的这个 呃 咬在一秒内 我们说平常在比赛的时候 你假如在一秒外 你根本不要想去追前面 你看看得到是一回事 追得上 又是一回事 但是你能不能抄掉 又那是很大一回事 嗯 所以呢你假使要咬尽量的话 你就要紧咬的前方 可是你会吸进太多的张空机 对 而且呢这个温度会太高 那为了要改变这个 现在就变成那个后面真空带 它会变得变短了 变短变小 那所以我就可以接近一点 贴近一点 那就会多一点操测 那其实在第一场的比赛里面 我们已经看到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是有关钱了 这预算帽 它的budget cap 今年的话就是规定 只能有145亿 145亿 那兵士不就有钱 没地方花怎么办呢 我跟你讲 重点来了 明年的又要再减少5亿 然后就是140 然后135亿 OK 这个影响很大的是什么 豪门车队 就是你日子过得太好了 以前动辄就是有这些budget 可以花 那所以呢 你后来没有钱的 小车队其实他们 很开心啊 对啊 因为怎么样 反正我本来就没钱啊 对啊 我没本来就没那么大都发现嘛 就是贫富的悬殊 要拉得更近一点点 让它拉近一点 那这个中间的还有一项 影响蛮大的 这也是对大车队影响很大的 就是他们利用这个空洞 Aerodynamic的设计的时候 利用这个空洞的时间被削短 就是说你成绩越好的车队 去年那你用的时间就比较少 那成绩不好的小车队像哈萨那些的 那他们可以利用这个风洞的时候 时间就比较多 但是又是那一句话 风洞测验是很贵的 所以你还是要钱 那穷人本来就花不起 所以对他来讲没差 对于这个车队来说差很大 另外一个在赛利上面 比如说像原来自由练习的 就是说现在规定一定要 60分钟一定要搞定 因为以前我们常常看到 他们在那边磨洋工的 有时候在那边拖拖拉拉的 现在这个就不可以这样子了 所以当然还有很多这个规则的改变 所以呢我想我陆陆续续的 会在我的这个直播里面 会为大家说